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小关就来和大家聊聊场景检查的重要性 并提醒你检查前要做哪些准备 在开始今天的节目之前 还请大家能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您的支持对小关非常重要 谢谢大家 小关建议大家认真做此场景 没事可以管十年 波兰华沙国家肿瘤研究所的科研人员 进行的一项筛查研究发现 一次阴性的接肠镜检查结果 与截止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低有关 持续时间长达17.4年 但只有高质量的肠镜检查 才会产生这种深刻和稳定的作用 在这项研究中 16.5万人被纳入调查 其中65.3%为女性 平均年龄为56.6岁 她们进行了一次接肠镜检查 结果为阴性 既没有肿瘤表现 参与者被追踪调查长达17.4年 其中11.3万人接受了低质量的 结肠镜检查 5.2万人接受了高质量的 结肠镜检查 分析结果显示 与普通人群相比 这些一次结肠镜检查 接过阴性的参与者 在5.1到10年内 截止肠癌的发病率低了72% 死亡率也降低了81% 与低质量检查相比 高质量检查充分的肠道准备 盲肠插管 限流减出率大于等于20% 它会导致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 少了于一半 在10年的随访期过后 肠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下降 与前5.1到10年期间的观察结果相似 但仅限于接受高质量 场景检查的参与者 发布在权威杂志 《内科学年鉴》上的 这项研究成果表明 目前推荐的结肠镜筛查 10年间隔是安全的 如果初期的检查质量 能够得到保障 间隔期还可以适当延长 更频繁的筛查 并不能一定保证受益 那你知道 肠镜到底能查什么病吗 肠镜是内窥镜的一种 又叫电子纤维结肠镜 是一支细肠可弯曲的纤维软管 直径约一厘米 前端装有一个 带冷光源的高清摄像头 肠镜通过肛门进入直肠 直到大肠 可让医生直观的看到 肠道内部情况 图像动态的呈现于屏幕上 把病病部位看得清清楚楚 检查时 取侧卧位 双膝区区 整个过程大约20分钟 任何影像检查 包括X线和先进的CT MRI PET等 都比不上直观的肉眼观测 因此 肠镜既是大肠癌的筛查手段 又是其确诊的筋标准 肠道科专家表示 结肠和直肠黏膜的微小变化 能够被直观的看到 这有助于医生诊断肠炎 肠结核 肠吸肉 腺瘤 大肠癌等40余种疾病 做肠镜时 医生还可用活检前取得小块组织 以对病变不为定性 大肠癌早期症状既不明显 也不典型 容易漏诊 同时 大肠癌又是一种早期发现 治愈力高的癌症 截肢肠肿瘤 从良性发展到恶性 通常需要15年以上 如能早期发现 手术切除 治愈率可达90%以上 那你知道 肠镜检查有多重要吗 美国癌症协会发布 美国2019年 肿瘤统计报告显示 1991到2016年 这25年来 美国肿瘤死亡率 总体下降27% 相当于死亡人数 减少了262万人 其中 结肠癌死亡率 下降了53% 与中国数据对比 就能看出 肠镜的重要意义 今年来 美国建议 50岁以上人群 每年检查结肠镜 以防控结肠癌 数据显示 美国相应人群的 结肠镜 普查率 到2017年 约65% 截止肠癌 发病率下降至 男性千分之六 女性千分之27 在中国 50岁以上人群 接受肠镜检查的 不足15% 内科学年间的一项大型研究 也证实了这点 结肠镜检查与死亡率降低 61%有关 而在中国 很多人对肠镜检查有误解 有些人对肠镜的不是心有余悸 不想承受痛苦 有些人嫌麻烦 明知自己肠胃有问题 总是一拖再拖 那做肠镜之前 要做什么准备呢 在做肠镜检查前 做好充分的准备工作 才能让检查结果准确无误 一 检查日前一晚 提前者晚餐进食 或者吃流制食物 比如 无加饮食 如清汤 白糖水 蜂蜜水等 二 进食乳制品 如牛奶 椰奶 奶油浓汤等 不吃高纤维蔬菜 水果 净吃红色或多籽的食物 如西瓜 西红柿等 三 服用医生开的 卸药 清洗肠道 服药期间 要来回走动 轻柔腹部 加快排泄速度 四 检查前一般需要做 传染病筛查 心电图 老年人急需静下治疗者 需要检查凝血功能 无痛场境要做 麻醉评估 五 无痛检查者 必须有成年家属陪同 检查结束后 建议24小时以内 不要开车 以避免不必要的意外 那哪些人最该做肠镜呢 小官认为 原则上 年龄在40到74岁的居民 都属于截止肠癌的 筛查人群 即使没有明显 不适或异常 也建议50岁以上者 去做一次肠镜 一次肠镜检查 可以管10年 如果没有症状 10年内 不需要再做肠镜 如果家里有患肠癌的亲属 最好40岁 甚至35岁就开始筛查 根据结果决定 后续检查频率 高风险因素的人群 应缩短 场景筛查时间 高危人群 每年应做一次 小官在这里 着重提醒 符合以下任何一项 即为肠癌高危人群 要进行 场景筛查 一 一级亲属有节肢肠癌史 比如你的父母和兄弟姐妹 特别是发病的年龄较早 那么你得肠癌的概率 是明显高于普通人的 应该要尽早的筛查 建议从40岁开始 接受肠镜的检查 或者比受类亲属的发病年龄 提前10岁 比如说 你的母亲是在45岁的时候 诊断出肠癌 那么你应该从35岁的时候 接受肠镜检查 二 临旗综合症 临旗综合症 也是一种遗传性的癌症综合症 家族中有多位患者 罹患大肠癌 胃癌 子宫内膜癌等肿瘤 这些患者是突变基因的携带者 携带这些异常的基因 患大肠癌的概率是非常高的 最高可以达到超过80% 而且发病年龄比普通人年轻 这些患者需要在20至25岁 开始接受场景筛查 或者家族中最早诊断大肠癌 年龄小2至5岁 开始做场景检查 频率为每一到两年一次 三 本人有肠道吸肉史 同时具有以下两项 及两项以上者 慢性腹泻 两年来腹泻累计持续超过三个月 每次发作持续时间在一周以上 慢性便秘 近两年来便秘每年在两个月以上 年夜血变 慢性蓝尾炎或蓝尾切除史 慢性胆道疾病史 或胆囊切除史等 四 PG综合症 PG综合症是一种罕见的遗传性癌症综合症 是常染色体显性遗传病 表现为胃肠道 多发错垢 柳性吸肉 皮肤粘膜色素沉着 胃肠道和非胃肠道的癌症风险显著增加 超过95%的PG综合患者 都存在皮肤粘膜色素斑 常见于嘴唇 口周 手掌 足底 和夹粘膜 该患者还会出现胃肠道 错沟流性吸肉 小肠最多见 几次为胃和结肠 从零至九岁就开始长吸肉 大部分在十至三十岁出现症状 可出现肠套叠 肠梗组 服用 症状出血等等 皮肌综合症患者 终身发生胃肠道癌症的风险为 百分之三十八至百分之六 大肠癌的风险高达百分之三十九 胃癌风险为百分之二十九 小肠肿瘤百分之十三 胃肾癌百分之十一至百分之三十六 皮肌综合症的患者 有症状的患者需要从十二岁开始 或者更早年龄开始筛查大肠癌 每一到三年做一次场境检查 如果发现吸肉 应该及时切除 并且每年做一次场境检查 五 大肠癌术后的患者 大肠癌术后的患者 也是需要定期复查场境的 特别是术前因为肠梗组 没有完整观察整个大肠的患者 术后复查有三个目的 看看有没有新生的吸肉 或者新发的癌症 或者上次遗漏的癌症 还有观察吻合口 有没有复发 大肠癌术后一年之内 必须要做一次场境检查 随后应根据检查结果 每三到五年 进行一次大肠镜检查 此外 有下列情况的人 需及时到医院做肠镜 分辨性状颜色出现异常 必须及时检查 判断是否是 结肠直肠癌的首要症状 分辨中带有血丝血块血液的 那么请不要犹豫 及时进行结肠镜检查 身体没有任何其他异常 但大便习惯在一段时间内突然出现异常情况 那么千万不要耽误时间 要及时进行结肠镜检查 在一段时间内 突然出现腹泻 便秘或黑便 甚至腹痛 最好及时进行结肠镜检查 还有原因不明的消瘦 贫血 X线被参造影或CT B超检查怀疑胃 食管12指肠形态改变 或局部增后等改变时 截止肠癌疏后患者 截止肠腺瘤 腺瘤样增生的患者治疗后 定期复查一到两年一次 好了 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如果您对肠镜检查 也有着自己的看法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分享给大家 喜欢小关 别忘了点击订阅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